近日 郑少秋和沈建霞的女儿 郑幸仪 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则视频 称自己刚刚因为急性盲肠炎做了手术 如今正在住院慢慢地恢复健康 这次的病来势汹汹 情况十分紧急 在休息了四五天后 郑幸仪才有力气录视频和网友们 说明自己的情况 可见手术后的症犬仪有多虚弱 刚坐完手术的症犬仪录视频的时候坐在病床上 苏妍出镜的症犬仪 脸上的苍白显而易见 穿着医院的浅色病号服 一些用于治疗的医疗器具 甚至还没从身上拆下来 有时候不小心动到伤口的时候 正希仪痛到 银耳口鼻都皱到了一起 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了她的痛处 手术很成功 却无法避免郑幸仪的痛苦 不过有网友指出 郑幸仪录制视频的病房 看上去非常豪华 是豪华单人间 而且房间的空间十分宽敞 这样的病房不算上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都要两万元一天 也就是说 已经住院无天的郑幸仪 已经花费了十万元左右 33岁的郑幸仪只是娱乐圈一个并不十分知名的小明星 住一次医院却花钱如流水 那是因为她花得起 大概在郑幸仪三岁的时候 郑少秋就已经和沈殿下因为婚姻破裂而离婚了 沈殿下是个要强的女人 离婚以后独自带着郑幸仪过日子 将日子过得很是有声有色 从小 郑幸仪就被沈殿下当成长相明珠一般宠着长大 好吃好喝伺候着 好看的衣服也全都买给郑幸仪 饮食毫无节制的郑幸仪 小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小胖妞 可是 本就是大胖妞的妈妈 沈殿下认为胖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并没有让郑幸仪克制饮食 造就了郑幸仪在成年以后 也变成了和妈妈沈殿下一样的大胖妞 沈殿下是香港娱乐圈的知名主持人 在娱乐圈的人脉非常广 从小生活在美光灯下的郑幸仪 对娱乐圈很感兴趣 沈殿下也尊重女儿的意愿 小时候就经常带郑幸仪上节目 可以说 无论郑幸仪想要什么 沈殿下都会尽量满足她 按照她的要求来做 也因为这样 妈妈在郑幸仪眼里是绝对的慈目 天有不测风云 沈殿下因病此事 当心郑幸仪此后生活的沈殿下 将自己全部的遗产丢留给了女儿 因为沈殿下在娱乐圈多年累积的丰厚资产 郑幸仪小小年纪就成了超级富婆 无论生前还是生后 沈殿下都将自己的爱毫无保留的全给了女儿郑幸仪 三岁以前 郑幸仪还能感受到爸爸郑少秋对她的爱 因为那时候的郑少秋还在沈殿下身边 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很是幸福美满 可是郑少秋和沈殿下分开以后 就以光素和观金华结婚 有了新生活的郑少秋 对郑幸仪的关注自然比以往要少 郑幸仪也开始慢慢感到了与爸爸的梳理 尤其是在郑少秋和新一人妻子有了孩子以后 郑少秋对郑幸仪的关心 只能有微乎其微来形容了 即使在沈殿下离世以后 郑少秋对郑幸仪的关心也没有太多 此次郑幸仪因手术住院 也没见郑少秋前往医院照料 全程都是郑幸仪自己一个人吃饭喝水 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是好事 但是生命期间还是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难免有些心酸 不过被爸爸忽略的郑幸仪 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感情非常好 此前郑幸仪还在社交网站上 晒出了与自己妹妹的私拍照 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强大 两人的容貌看上去有90%的相似度 都是大美女 当然被郑少秋忽略的女儿不只有郑幸仪 还有郑少秋的大女儿郑安仪 郑安仪是郑少秋此前和圈外女友 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所生的 两人分手后 郑少秋几乎没再出现在郑安仪的生命中 只是郑少秋也尽了当爸爸的部分责任 就是供郑安仪上学直到大学毕业 尽管如此郑安仪也没有对郑少秋说过感谢的话 甚至在大学毕业以后切断了与郑少秋的联系 此前郑少秋更是心酸地说过 如果在街上碰到郑安仪也不知道能不能认出来 可是造成这样的局面 又何尝不是郑少秋自己 如果郑少秋可以稍微一网水端品 即使与前任结束感情 对孩子的关心依旧强烈的话 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也不至于与父亲如此疏离 手握巨额遗产的郑姓仪 并没有坐持上空 而是选择努力发展自己在娱乐圈的事业 郑姓仪先是努力减肥 瘦身成功以后 以演员的身份 在电视剧《毕打自己人》里面出道 凭借着过人的演技天赋 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欢 同时 郑姓仪的唱歌水平也很不赖 发表的歌曲 半分关心收获了不少好评 为香港乐堂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力量 明星在演艺圈拍戏 唱歌 街上演和代演 本就能带来不菲的收入 事实证明 郑姓仪即使不靠爹不靠妈 自己也能过得很好 生活不可能一方风顺 我们总要面临亲人的理事 事业带来的坎坷 等等一系列问题 如果我们被这些困难所达到 那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在困难中成长 前段时间郑姓仪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就得到了父亲和姐妹的支持 并且母亲也给她送花 表示对她事业上的关照 看到这里 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她生活幸福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她的人生经历中 能够走到现在确实太不容易了 相信大家以前都听说过 郑姓仪继承母亲沈殿下遗产的消息 对于许多没有失去过亲人的人来讲 郑姓仪能够继承如此大的一笔财产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可是从郑姓仪的角度来看 她失去的是自己的母亲 亲人都没有了 继承遗产又有什么用 对于母亲的离开 郑姓仪难以接受 郑姓仪的母亲 沈殿侠被杀出了肝癌 癌症是所有人的噩梦 如果一旦被确诊了癌症 那么生存的几率几乎为零 沈殿侠就是这其中不幸的一员 在经过漫长的化疗和治疗后 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在母亲沈殿侠离开的时候 女儿郑姓仪还很年幼 不知道该怎样照顾自己 对于沈殿侠来说 这无疑是对女儿巨大的伤害 因为她再也不能陪着女儿成长 不能陪她一起经历人生中的各种酸甜苦辣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女儿创造物质保障 因此她立下了遗嘱 将自己的六千万遗产 和一套价值千万的豪宅留给了女儿 当时郑兴仪年幼 不懂得如何打理财产 所以她规定郑兴仪在35岁以后 可以自由支配遗产 母亲离开以后 将她独自留在世上 能够陪伴她的只有母亲的一些好友 对于郑兴仪的经历 很多神殿侠的朋友都表示非常的痛心 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对郑兴仪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呵护着 可是就算叔叔阿姨对她再怎么好 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在郑兴仪的心里 母亲才是她的唯一 母亲的离开给她的内心带来了非常大的创伤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也慢慢的理解了母亲的用心良苦 她知道母亲为了给她生活提供保障付出了很多 等到郑兴仪35岁交接母亲遗产的时候 她说到自己并不会动用母亲的这些财产 而是要完全靠自己的努力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现在的郑兴仪能够完全理解母亲的不容易 所以现在的她更加的热爱生活 苦日子总会过去 而属于自己真正的幸福才刚刚开始 尽管母亲的离开对年幼时的郑兴仪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可是她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初心 热爱着自己的生活 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郑兴仪在宏馆举办了她的第二次演唱会 和上次的演唱会之前的状态有很大的不同 相较于上次演唱会 明显的看出来瘦了很多 这次的状态要比之前都好 而且在演唱会期间还和观众进行了多次互动 郑兴仪在刚刚进入歌唱行业的时候 常常因为肥胖而被人嘲笑 对于这种以貌取人的态度 郑兴仪二话不说 只希望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她知道 不管多么美丽的外表 如果没有真本领 也是站不稳脚跟的 事实证明 郑兴仪的实力不属任何人 能够在宏馆居新二次演唱会 可见她现在的事业是多么的辉煌 毫不夸张的说 郑兴仪可以称得上是香港的一线歌手了 在这次举行的演唱会期间 她的父亲郑少秋 也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席了现场 得到了父亲和妹妹的支持 与此同时 很多母亲生前的好友也来到了现场 相信他们看到郑兴仪现在的辉煌成就 内心也是无比欣慰的 令郑兴仪自己也难想到的是 在她演唱会中场休息的时候 竟然有一位男子上台送给了她一枚戒指 出现这一幕以后 镜头马上转向了她的父亲和妹妹三人 只见郑少秋脸上洋溢着笑容 能够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这么多人喜爱 想必这个做父亲的心理也是为女儿高兴的 看到自己的女儿被送戒指 郑少秋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 通过这些表现 可以看出来 郑兴仪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好 两位妹妹也能抽时间来看姐姐的演唱会 想必对姐姐郑兴仪也是特别支持的 很多人发现郑兴仪的继母并没有来到现场 但是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 继女也隔空送了女儿鲜花 看到郑兴仪现在被自己的亲人呵护 很多粉丝内心都替她感到高兴 相信郑兴仪的母亲沈殿霞 在另一个世界看到女儿过得如此幸福 也会默默保佣她的 郑兴仪一路上经历了太多 从母亲的离开到入行时别人的嘲讽 所有的一切她都自己默默承受 用实力向大家证明了她可以做到 如今的她已经长大了 况且有父亲和妹妹陪在身边 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幸福 虽然之前经常有绯闻传 郑兴仪和郑兴仪的关系不好 但是如今看到父亲到演唱会 现场支持女儿的事业 所以以前的这些谣言便也不攻自破了 生活就是这样 胡宇田共同存在 当面临生活中遇到的坎坷时 一定要有迈过她的决心 因为苦尽才能赶来 所有的好日子都在后面 如今郑兴仪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相信在以后也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景点歌曲 我们也祝福她 能在以后的生活中 越来越幸福美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